嘿,大家好,我是劉之力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被抄袭的事情 2月20日,我上传了这期考验失败的视频 视频发出来之后,资讯就不断有小可爱告诉我 我被抄袭了 你为自己的梦想,拼搏过,力过,付出过,奋斗过 如果说考研失败是我们这代人人生经历最大的挫折 可能考研失败就是人生所经历的第一个最大的挫折 失恋分手是我们这代人人生经历最大的痛苦 失恋就是人生所经历的第一个最大的痛苦 一般刚考完演脑子里都会有惯性思维 咱们刚考完演脑子里都有那种惯性思维 所以当别人问你打算怎么办的时候 你会为了回答别人,回遍想一个答案 这就导致别人问你的时候 你很大概率就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随便想一个答案 根据你随便想的开始行动 然后根据你随便想的这个答案开始展开行动 别闹恐怖啊说的话 你知道我别人跟个复杜机一样 我点开他的自我介绍一看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传播与新闻学博士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我算是知道某户上各个清北部 人人年百万是怎么做到的了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研究这些某户的学位认证 发现竟然还是很严格的 需要你上传学位证啊 毕业证啊这些东西进行审核 也就是说他可能真的是个博士 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你是个啥博士 宅博士吗 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些人 害得我们毕业论文现在都得多写好几遍 你上这么多年学 就算别的没学着 那么论文要写参考文献你总知道吧 我这屏幕我都给看穿了 我也没看见我的名字写在哪了呀 最搞笑的是 我看见他还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 这我心思 你把我的视频啊 都抄成那个样呢 肯定是没少反复观看呢 结果我点进去一看 连我的一根毛都没有 我这回算是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白嫖了 B站上的白嫖跟他一比 简直就是宇宙无敌 螺旋爆炸 蹦蹦小可爱呀 当然他也有感动的地方 我的视频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表格 上面写了考研失利之后 二战出国找工作的一些优缺点 看这位博士的一些回答 可以知道他在做出国留学的相关事宜 所以他当然没有办法照办这个表格 认认真正的去讨论出国留学的一些弊端呢 不然大家还怎么去找他做出国留学 所以他就换上这张不知所谓的表格 二战的优势是没钱 劣势是长得好看 出国的优势是能吃 劣势是个子很高 前面完全照着我的痛苦和迷茫 最后让学弟学妹去找他这个 遭受过现实无数暴打的硬核男人 咨询出国事宜 臭不要脸 你遭没遭受过现实的暴打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 我真的很想让你遭受遭受我的暴打 我一个很喜欢大家的主文布丁 最近也发布了一个关于抄袭的视频 里面有一个点 我的感触还挺深的 就是他教别人微笑的方法 但是抄其他的视频做了错误的示范 他就会觉得说 怎么连抄都不愿意好好抄 还去误导观众 我现在就会有一点觉得说 行 那你抄 我今天我就让你抄 但是你能好好抄抄全了吗 我做这个视频 我是为了帮助别人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考研实力之后 理性的去分析下一步的道路 不是为了让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去篡改去害别人的好吗 我最近B站的私信收到了上千条 我怕耽误大家的事情 一有时间我就马上回复 但是在他的那篇回答里 评论里有学弟学妹向他哭诉 他完全不用心回答 为人家说让人家吃点好的 那什么样的评论 他会认真回答呢 就是像这种表现出出国医院的评论 他马上就去关心人家成绩如何 更可气的是 他把这条质疑 他的回答和我的视频 高度重合的评论给折叠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 就特别生气 我就跑到他的评论下面 去质疑他这篇回答的原创性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把我的评论也折叠了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抄袭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你抄了我的东西 被我发现了 你的第一个反应 不是去道歉 当然我也不用你道歉 因为我知道能干出抄袭 这种事情的人 肯定也没有道歉的那个良心眼子 但你的第一个反应 是不是至少应该把这篇抄袭的罪证 给删除了呀 你怎么还能把被你抄袭的人的评论 给删除了呢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你是一条也不知道害怕呀 但是事实是 可能他真的就是不需要知道害怕 当时是晚上十点 我已经上床打算睡觉了 模糊的抄袭举报 是需要你登陆电脑端 上传身份证 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流程 我当时是硬撑着 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电脑 完成了这一套流程 第二天 我收到了模糊的回复 未发现抄袭 不已是 在那一瞬间 包括现在 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就是觉得 又委屈 又生气 但是又觉得 很好笑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所崇拜和向往的新闻工作者 干的就是这种抄袭 洗稿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宁愿给在考验失败痛苦中 苦苦挣扎的学弟学妹错误引导的人 我在想 为什么他能够那么猖狂呢 是因为他觉得隔着平台 他所翻下的错误 就没有办法追求责任了吗 还是他觉得 B站的阿普主 就是好欺负的呢 还有其他的平台 直接就照搬我的视频 连独属于B站的这个水印都懒得马赛克的这种 我真的 我已经懒得再去说了 算了 我还是多说一句吧 你瞅你长得那个损塞 你整个封面 整得我俩好像情侣头像似的 呸 你也呸 我的妈呀 我没把脱脉胸子 喷在我镜头上了吧 我知道现在抄袭很普遍 但是普遍并不意味着正确 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是没错 但是这个所谓合理 只是说抄袭有一个存在的理由 但这个存在的理由 一定是不正确的 是可耻的 是肮脏的 我有好多喜欢的博主 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成果 被抄袭 被拿去涨粉 卖货 在视频里总是快乐的 开心的他们 只有在这种反抄袭的视频里 才会严肃 生气 甚至掉下眼泪 我觉得不管是为了他们 还是为了我自己 甚至为了所有 还在坚持原创的人 我们都应该会反对抄袭 发出声音 反抄袭这件事情 就好像是沙滩上 想要拼命游回大海的小鱼 一次一次被拍回岸边 但是我觉得 不管被拍回多少次 我们都要尽力 去游回大海 扯近一点 我想说在我第一次经历 被抄袭事件的过程中 我最开心 也最感动的 大家发现了 我被抄袭的证据发给我 在抄袭我的人的评论里 帮我举报 替我发声 我觉得有你们真的是太好了 我想和大家一起 为我的原创 别人的原创 甚至是大环境的原创